好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起 我们先一起在主面前有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 谢谢你对我们的恩 主要我们谢谢你每日对我们的供应 对我们的保守 主要愿你真的是借着这个圣主日 借着这个复活节 主要你亲自的对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来说话 主要你将我们唤醒 来跟从你 求主带领和保守 接下来的主日起 感谢主奉主圣明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开始讲主日学的第六课 也就是偶像崇拜的第二个部分 那我还是稍微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小组 稍微有一些的组织 这样的话可以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 可以彼此有一些的交通 有一些的互动 我们先将上一课的内容简单的有一些的复习 上一课刚开始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 目前中华大地上的各样的偶像 跟大家分享说这种每一种偶像背后呢 其实都对应着一种人的欲望 都对应着人所要追求的一种的目标 当然我们提这些偶像 不是仅仅说为着是好像嘲笑外邦人或者怎样 我们要看到说 在这样一个有将近14亿人口的这么一个大的国家中 有14亿多的这样的人口 但是大量的人 十几亿的人都是沉沦在这样的偶像崇拜中的 真正在这片土地信主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中国依然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宣教的合场 所以也盼望我们看到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现象的时候 求主能够激励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敬虔的世上 在传福音的世上更加的殷勤 前两天看到一个 这个介绍一个宣教士 他是叫曹雅直 他是温州教会早期的一个传道人 他只有一只腿 当年他跟从这个戴德升 要来中国来宣教 那时候因为其他的传会 人家好些都觉得你只有一条腿 你怎么样去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去做宣教的施工呢 但是他想到说这片土地上有数以亿计 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都没有信主 都要沉沦到地狱 他的心就非常的焦虑 他就在神面前祈求 神给他赐他这样的力量和热心 那后来他加入内地会 来到了温州 在早期来传道 求主也帮助我们 那此外呢 我们看到这些有形的偶像 也盼盼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内心中 各样无形的偶像 凯特牧师呢 说偶像呢 就是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东西 你靠他获得幸福 你靠他获得人生意义 你靠着这样的偶像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这都是一种偶像崇拜 这种看不见的 心中的偶像呢 有时候是更加不容易察觉的 那凯特牧师在这里讲呢 他说这种心中的偶像崇拜的罪啊 不是说只有外邦人有 其实在我们信主之后 在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时而会被这些偶像所干扰 被这些偶像所影响 所以呢 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 靠着主的话语 来识别这些偶像 然后呢 来将这些偶像打碎 让我们的心归向主 那算科我们也提到说 三种除掉偶像的方法 三种远离罪的方法 一个呢 是道德主义的方法 一个是心理分析的方法 这两种方法都是敌福音的 都是错谬的 那第三种呢 就是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 对 这个心理分析的方法呢 大家要注意哦 这个方法是更加的诡诈的 有时候呢 我们也给外邦人传福音 人家外邦人说 你这个 是吧 你这个信的这一套东西 仅仅是一种 好像是心理学的变种 是一种心理安慰 你好像仅仅是寻求到 某一种更高级的心理安慰一样 这种话语 其实上是很容易影响人 也很容易干扰人的 甚至有时候 弟兄姐妹信主 好些年了 可能在有时候 她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她陷入某种思想的困境的时候 她也在想说 我信主这么多年 是不是一种心理安慰 我信主这么多年 是不是只是在寻求一种 某一种的心灵慰藉 你怎么来回应这样的一种 对福音的抵挡呢 怎么样来回应这种观点呢 首先呢 我们说 上帝所创造的人 人就是有这种心理的现象的 人就会有各样的心思意念 人就会有各样的心灵感受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事实 但是因着人堕落之后呢 外邦人 不信主的人 就透过各样的偶像 在寻求着某一种的 好像说心灵的 寄托心的安慰 想填满他心中的一个 对于真神的 那个渴望的黑洞 而基督徒 所要寻求的是神 而且圣经之中也说了 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安慰 所以我们承认 人心就是需要有安慰的 那谁才是最终能够真正 安慰人心的那位主呢 这个才是问题的焦点 你不要说我信主 你就说我寻求心理安慰 你的心难道不是肉掌的吗 谁的心不是肉掌的 谁的心不需要安慰呢 所以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 有时候会对信仰呢 也有一些的这种影响 盼望上帝帮助我们 好 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是有两部分 前一部分呢 是这个一些查经的内容 后一部分依然是这个放视频 凯勒牧师的这个视频 然后呢 会有一些的问题 那今天呢 也有两个问题呢 是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 能够有一些这个见证的分享 盼望我们的主日学呢 能够也成为一个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实体的教会 在一起团契啊 但我们在线上 也在圣灵里头 能够彼此团契 求主带领我们 好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今天要读的经文 那我今天盼望 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小朋友 可以这个主动自告奉勇的 来为大家来朗诵一下 这一段的经文 也没有学堂的小朋友们 愿意为大家朗诵一下 这段经文 上一次我记得好像是 邵文大哥家的孩子 还是谁朗诵的经文 我已经把这个 静音的这个锁给解开了 所以呢 如果谁家的小朋友 小弟兄 小姊妹 来为大家朗诵一下 这段经文 好的 我是王一鸣 我想来读 好的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的一切 不虚不义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创天地 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的晓得 叫人无可挑剔 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虞出 虞拙将不能朽坏 知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惊喜 仿佛必朽烂的人和 非情走受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 沉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被彼此钻 添入自己的身里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化 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主 不是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的 谢谢你 谢谢王弟兄 哈哈 长得很好 很感恩啊 好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思考 人的头脑和情感 为什么会变得虚妄和昏暗 这段经文中保罗说 我们的情感和头脑呢 因着不认识神的缘故 变得昏暗 变得虚妄 那这里的昏暗和虚妄啊 实际上就指向说 不认识神的一种状态 保罗说 我们制造偶像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是想 控制自己的生活 他将上帝所造的万物 当做了神 去敬拜 而不敬拜 创造这一切的主 虽然呢 这很有意思 他说 虽然人其实是明明 知道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 都是上帝赏赐的 但是呢 因着这种偶像崇拜的倾向 因着这种偶像崇拜的罪 人却陷入了两种极其可怕的状态 一个呢 就是我们不荣耀上帝 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做神荣耀他 另一个就是不感谢他 不荣耀上帝 意思就是说 我们将上帝之下的 上帝以外的 上帝所创造的 甚至那些上帝所创造的 那些事物 比人还要更低级 甚至是起初 上帝交给亚当和夏娃 去管理的 他说我们不荣耀上帝 反而去敬拜这些 我们将这些当做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 叼一个龙啊 叼一个虎啊 是吧 就开始敬拜上了 第二个呢 他我们不感谢他 就是说虽然我们实际上是 完全依赖他 生命中是不可缺少神的供应 不可缺少神的恩典的 但是呢 我们却缺乏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内心却不愿意承认说 自己是有限的 自己所享用的 自己所生活的 自己生命中所有的这些恩典 都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却以为自己是自立自足的 包括在这里有一个 其实中国人可能对这些话 比较容易理解说 就是说没有感恩的心嘛 前面是说你不荣耀上帝 后面说人就因着 叫偶像崇拜的罪 他就没有感恩的心了 那现在这个不认识神的这个世界呢 往往会呈现出两种 较极端的这种倾向 一种呢是说道德沦丧 这个好像是说小儿子的罪 比较明显 一种呢 就是这种所谓的道德绑架 硬要绑架着别人来感恩 是吧 你要感恩我 你要赞美我 你不感恩不赞美就不行 你就欠我的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思考 这个世界上 谁最配得人去感恩 谁最配得人去称宋呢 那当然就是上帝 在上帝以外 所有这种绑架着人去感恩 去赞美的 不是在甘心乐意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可以说这个叫 这种欺骗 这个叫道德绑架 但是上帝创造了我们 上帝每日保守我们 供应我们 他本身就配得我们去感恩 然而呢 我们的头脑和情感 若是变得虚妄 变得昏暗 就会呈现出 不荣耀上帝 也不感谢他 这样的生命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根据这些经文 偶像崇拜 在我们生活中 会造成哪些结果 是否符合你自己的体验 分享一些事例 那这个问题呢 是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参与 在其中有一些 这个见证的分享 我们也一起来祷告 求主来感动我们的心 愿意在我们中间 有这样圣徒的相交 好 我邀请弟兄姊妹们 也一起来低头 来祷告 求主来帮助 每个弟兄姐妹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要你带领我们 在这样的 弯曲被谬的时代 还可以来一起分享 你的话语 还可以在灵里面 真的是圣徒交通 主要我们就把 接下来的见证的分享 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打动 我们中间 愿意 应着你的名 愿意应着你的荣耀 愿意真的是荣耀你 感恩你 这样的缘故 在我们中间 有这样生命的分享 求主帮助和带领 我们众弟兄姐妹 感谢赞美你 封主圣明祷告 阿们 好的 可以自己解除境音 我们中间有没有 弟兄姐妹 愿意在我们中间 有一些见证的分享 你来聊一聊 偶像崇拜在你的生活中 曾经或者说 这段时间造成过 怎样的影响 你是否有 有这样方面的一些体验 然后你又是如何 靠着福音的力量 靠着主耶稣基督 对你的救赎 来胜过 这样一切的偶像的 好 我们邀请 一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中间有分享 谁愿意的话 你可以直接 发言 根据这些经文 偶像崇拜 在我们生活中 会造成哪些结果 是否符合 你自己的体验 分享一些事例 我们中间有没有 弟兄姐妹 愿意在我们中间 有一些见证的分享 那我看很多人都沉默 我来分享一下 我这里可能网络 比较卡 现在可能还是可以 这个偶像 这个偶像的这个造成的结果 确实是 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就体验到 为什么上帝 他不 他不喜欢偶像 他最恨我 最真无偶像 我具体的一个事例 就是我儿子 我儿子和儿媳在人生的路上 遇见的事情太多了 因为由于他是我的儿子 所以尽管我被那个福音翻转 但仍然这个儿子 这个所面临的这些事情 仍然成为我的偶像 紧紧地捆绑着我 是怎么捆绑的呢 就是每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那个负面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在这里还是不想 因为那个要具体化的话 具体什么事情 那个发生在他们身上 会造成我的影响 要具体化的话 现在就时间不行 我只是说 他们反正 就是在起先 最初的几年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自己在听起当中 有一个总结的话语 就是什么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 儿子打电话 我是这样总结的 而且 而不是儿子打电话 但儿子现在说 我把他换成儿子 当时是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沈阳打电话 就是他们 就是 好消息 几乎少 就是 有电话 微信或者什么 反正就是那些 让我心惊肉跳的事情 发生 就是 对我产生的那种 就是长期以来 长年以来 他们因为是 2006年结的婚嘛 好 这个长期以来 已经造成了 我的这个 就是已经 深入到我的 灵魂和心里 就是那个 灵魂里面 就是 那个反应 具体的 已经达到一种 病理的反应 什么反应呢 就是我的 胸的 大部 就是每一个细胞 你就看见 清空之间 哗啦啦 一下 风力 那种感觉 就如果你是 本来是 鸡肠碌碌的 情况下 如果有什么 不管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吃出那个 美味佳肴 这种情况 但是 当你听到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瞬间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 就这种程度 然后就是 在几乎 与此同时 就会 肚子后 然后上厕所 哎呀 这个可是 那个真的 这个偶像的 这个严重的结果 对我造成的 这个危害 真的太大了 后来 慢慢的 慢慢的 到现在 到现在 有时候呢 我就想 就是在 在去年 或今年 反正就在 第三年当中 2018 19 20 第三年当中 我就 我就想 我第一时间 我要来求靠上帝 我怎么求靠呢 我说 他那个 应激的那种 负面的那种 情感的反应 它是 就是 好像有那种 吹鼓拉朽 的那种 那种 那种力量 我就怎么呢 然后我第一时间 我就想 你被这样的 已经占据了 那肯定你自己 对上帝 那肯定是说 你靠你 这个上帝 你靠不住 那你 你被这样的 情感揭垮了的话 那就是说 你信靠上帝 那是一个 大大的问号 那你就是在 你不是 那个什么 你就是 我就不去上帝 我就在 经常在 在冒想 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 偶像 造成的 那个 结果 非常大的 微笑的结果 求助 联名我 帮助我 摆脱这个偶像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阿姨的分享 我记得 以前 银强长老 也是带 茶经的时候 他提到 这个 拜孩子教 提供这么一个 说法 就是说 其实 父母有的时候 容易 其实是 好像是 因着爱 他确实是 因着爱孩子 然后呢 如果他将爱孩子 放在爱上帝 之前 容易形成这样 也感谢主 对阿姨有这样的 带领你有这样的 看见 我们继续 第三个话题 约翰基尔文说 我们是 买完买了的 偶像工厂 你有哪些 个人 偶像 举例说明 那刚才 我们在看 第二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说 若是我们 不把荣耀 归给上帝 我们不感恩上帝 我们就容易 被各样的偶像 所欺骗 所奴役 各样的偶像 就会掌控 我们的心 掌控我们的思想 情感意志 甚至有时候 都掌控我们的身体 掌控我们的行为 给我们造成 非常糟糕的 这样的结果 任何东西 都有可能成为偶像 尤其是好东西 就像今天讲到的时候 提到的 尤其是好东西 最容易成为偶像 让人就 很难去察觉 比如说 可能不是列举的工作呀 漂亮 或者说一种 美好的自我形象 家庭 都可能会成为偶像 你孩子的前途 婚姻 都可能成为偶像 甚至在爱情之中 某一种的浪漫主义的 爱情观 都可能会成为偶像 然后呢 当然还有什么 金钱呀 权力呀 这些就比较明显的偶像 然后想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 凯特牧师的 这个讲解的视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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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如果你失去它 你就不想再活下去 什么东西 如果你失去它 会使你的生活 失去意义 价值 和希望 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 圣经都称之为偶像 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东西 你靠它获得幸福 人生意义 自我身份 偶像崇拜 就是对任何事物的过度欲望 即便它本身是好东西 尤其是好东西 所以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偶像 甚至是好东西 比如职业追求家庭幸福 个人成就或正当的政治愿望 或漂亮的外表 爱情 别人的表扬 财务保障 或其他任何东西 那么 你怎么才能诊断自己人生是否有偶像崇拜的症状呢 阿德勒 一位著名心理学家说 如果仅仅是问人生目标是什么 那么你将很难发现你到底为什么而活 因为那样你会回答说 我为了家庭 或我为了上帝而活 或我活着是为了别人 但阿德勒说 如果你想知道你到底在为什么而活 你需要看看你的噩梦是什么 什么是你最可怕的噩梦 什么东西一旦它消失 会令你感到生不如死 那就是你的偶像 因为任何东西 一旦你失去它 就不想活 那就是你实际的神 实际上 就是那个东西使你在人生中称义 赋予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而它或许是个好东西 但如果它不是最终的意义 如果它不是上帝 那么它就是一个偶像 比如想象一下 你刚刚订婚 这个关系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巨大的意义 当然了 然后再想象一下你们的关系破裂了 发生了不愉快 你们分手了 当然你会感到很难过 因为如果这本身是个美好的关系 只要是好东西 失去就会感到难过 但如果你让对方成为你人生最高追求 如果得到那人的爱 是你每天早晨起床的根本原因 如果对方不爱你 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如果你让一个好东西成为终极意义 然后又失去这个东西 那你就不仅会感到难过 你的人生会被彻底毁掉 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给出新约经典的解释 偶像崇拜的本质和其毁灭力 保罗让我们看到生命如何被偶像摧毁 不论是灵性 心理 社会以及文化 这一切的结局 因为我们崇拜服侍被造物 不崇拜造物主 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这样说道 这是枉然 我喜爱别神 我必随从他们 那就是以色列人当年的心声 耶利米用这句话说明一个事实 一旦我们开始相信某个东西 真能带给我们幸福 那我们就会情不自禁 去追求它 我们的神 它会抓住我们的心不放 正如诗篇一百零六篇所说 他们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 先知以西节的语言更加强硬 以西节书第六章九节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 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 眼对偶像 行邪隐 用心理学的术语讲 偶像就是你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东西 用神学的术语讲 也是圣经的说法 偶像就是你用来使自己为义的东西 马丁路德指出第一条诫命 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审 之所以是第一条 就是因为它是其他所有诫命的根基 路德说 你打破其他任何一条诫命之前 必定打破第一条诫命 所以 我以第九条诫命为例 不要撒谎 你为什么撒谎 你说 哎呀 因为我是个罪人 是 但你为什么撒这个谎 而不撒那个谎 路德说 你撒谎是因为你内心深处 当时有个东西比耶稣基督更重要 当时 你可能失去别人的表扬 金钱 权利 享受 或别的什么东西 而这个东西 又对你极其重要 你宁可违反神圣的法律 也要保住它 换句话说 你撒谎是因为你心里 有一个偶像 有别的东西 是你真正的救赎 当时有别的东西 在你心里 比耶稣基督还重要 所以路德说 每个罪行之下 都掩盖着偶像崇拜的罪 而在每个偶像崇拜的举动下 都掩盖着 不相信福音的罪 所以所有罪的根源 都是拒绝接受福音 不让福音 进到你内心最深处 因此 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而是靠耶稣的工作得救 福音不是一个初级原则 我们只在起初得救的时候需要它 然后再学习更高级的圣经原则 不 我们一路上必须一直依靠福音 因为我们不断背逆 我们无法改变 我们灵命不成长 这一切的根源 都是我们不愿意相信 不能够相信 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得逞为义 也不以此为乐 你永远无法真正改变自己 除非你最终发现 你内心到底是怎么具体拒绝福音的特点 不然你就无法改变 一直不断陷在自我救赎的偶像里 除非你不断把福音应用到内心最深的根源 让你内心的偶像渐渐衰残 不然你永远无法改变自己 你的人生永远无法改变 因为你的内心还没有改变 在他著名的讲道 新爱慕的居逐力中 托马斯查莫斯说 没有任何人能靠自己的努力 纠正陋习 他说 没人能改变自己内心的恐惧 或种族歧视 只是通过下决心 哦 我不应该这样 查莫斯写道 人心就是如此 只有拥有新的爱慕 才能把旧的欲望驱逐出去 想赶走一种旧的欲望 你需要一种新的更强烈的爱慕 你需要的是一种主宰内心至高无上的积极爱慕 例如 在创世纪二十九章 雅各为了娶拉班的女儿拉结 不得不辛苦工作七年 这时间可不短 尤其是遇到像拉班这样的老板 但雅各坚持下来了 你说为什么 经文说 在雅各眼里拉结很美 他爱他 所以他根本不觉得时间过得慢 他有一种更加强烈的积极爱慕 所以他能坚持下来 七年没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 让两个人到两个房间里一墙之隔 给他们完全一样的工作 告诉两个人 你们要造零件 把这个放在这里 那个放在那里 非常非常无聊 然后告诉他们要工作十二个月 也就是一年 但告诉这个房间里的人 一年以后 他只能挣一万元 却告诉那个房间的人 他能挣一百万元 我可以保证 这个房间的人 很快就会觉得非常无聊 而那个房间的人 会每天唱着歌 来上班 为什么 有什么区别 同样的工作 同样的环境 但那个房间的人 有一种更加强烈的积极爱慕 他一想到未来 就觉得激动不已 他为将来要得到的一切欣喜若狂 结果 工作不仅变得容易 而且工作成了快乐的事情 新约很多章节 哥罗西书三章 罗马书八章 西伯来书十二章 把个人成长和改变 看作两个相互交织的动态过程 彼此促进 一个过程是致死某些东西 也就是悔改的过程 另一个过程是思想上面的事 也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乐 以我们已经拥有的 为他赋予我们的身份 为他将赏赐给我们的一切 感到幸福快乐 所以 每当你的心堕入恐惧或愤怒 并且恐惧愤怒的原因 是偶像掐住你的喉咙 占据了你心里的宝座 你要立刻定睛耶稣 你要来看他为你做的大事 你必须来看他为你做了什么 你要想他心甘情愿为你而死 为什么 就好像拉结是雅各一生的挚爱 耶稣就是我们的拉结 你越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 为你完全失去了一切 他越成为你眼中的挚爱 他在你眼里变得是那么的美 你才可能为他改变自己 而目前一些控制你的事情 他们将会失去控制力 现在 你知道如何解决内心的问题了吗 以耶稣基督为乐 安息在他的成就中 只有这样 你才能彻底消灭你的偶像 如果你真想改变 如果你真想让福音 扎根在心里 好的 感谢主啊 如果你真想改变 真想让福音扎在心里 你就要 活在耶稣基督的成就之中 这里所讲的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道理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真想改变 那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那 同管一切的积极的热情所在 你何时 通过什么方式 在你自己身上 或你认识的人身上 发现的确如此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见证的分享 由于时间关系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内容 他书上的内容 我们就不再邀请弟兄姐妹分享了 但我盼望呢 每个人呢 你能够 真的是在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 这个教导下 凯勒牧师的这个视频中 你来 你来思想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 积极的热情 在同管着你的生命 他在讲说 当我们感觉到焦虑的时候 若你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像在他那里支取力量 那这是一种 你将耶稣 将他看作你的君王 这是你活出福音的一个样式 还有呢 当你感到骄傲或者生气的时候 还有你感到内疚的时候 还有你感到懒散 无聊的时候 当有这些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都能够靠着福音 来平息自己内心这些 看似已经被扭曲的 这些内疚啊 骄傲啊 生气啊 这些的情感 或者这些的思想 那你就是一种 活出福音的状态 我来看第二个讨论的问题 坦普尔大主教说 你独自一人时的所思所为 便是你的宗教 当你独处时 你最喜欢想的是什么 你的思绪自然而然的 出于本能的习惯性的走向哪里 这如何能帮助你 识别你的偶像 那有时候我们 如果是我们的内心 没有那么敏感 我们难以真的是 养成一种在福音中的 思想和生活的习惯 我们就不大容易 能够迅速地识别 我们内心中的偶像 那这里说 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在想什么 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你将你的时间精力 放在了什么事情身上 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是在得罪神 是在犯罪 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是有一个 怎样的一个兴趣爱好 你最渴慕什么 最喜欢去干什么 那这些事情呢 都有可能 是你心中的偶像 所以呢 就像视频中所讲的 你不仅仅是 现在要识别出这些偶像 你识别出这些偶像 你靠着自己也很难胜过 你接下来就要 倚靠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来填满你的心 不管你的心思跑到哪里 你真正的宗教 你真正的所盼望的 应该是耶稣基督 应该是荣耀神的那些事情 那我想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来到神面前 来仔细的来 你有几分钟的一个默想 或者回忆 当我独处的时候 我都在做什么 我都在想什么 我生命的热情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 在每个罪行底下 都是偶像崇拜的罪 在每个偶像崇拜的举动底下 都是不相信福音 你同意吗 为什么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这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改变 自己的内心和生活 这些问题都是互动性的问题 所以在我念这些问题的时候 朋友弟兄姊妹们 在心中能有一些的思想 你同意你的任何一个罪行底下 都是偶像崇拜的罪吗 无论是怒气 无论是骄傲 自私 还是某一种 看似比较显明的罪 这底下都是偶像崇拜 那在视频中 可能牧师讲说 实戒的前两条 是直接针对偶像崇拜的 然后才是其他的戒命 但是呢 如果你犯了其中任何的一条 其实都是犯了前两条 你贪恋 或者偷盗 或者杀人 这都是因着不信上帝 都是因着不把上帝当作神 去崇拜他 如果你沉溺于某一种的罪 这个根源是什么呢 根源也是偶像崇拜 拒绝基督的救赎 人就容易陷入在各种自我救赎中 而一切的自我救赎 都是属于偶像崇拜的范畴 那我想这些道理呢 相对是比较明白的 我们在这个教导中 在这个主日正道中 也有提到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 常常的把这些道呢 运用到我们的生命中 刚才呢 这个聊天这边有一个记录啊 有一个问题 说是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有些费解 这里说的将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与神的荣耀怎么区分 这个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呢 他这里所讲的就是 说将上帝所创造的那些事物 那些事物呢 其实是上帝荣耀的一个彰显 那些事物 比如说上帝所创造的日月星宿 山河湖海 他所创造的百物森林 这一切都是为着 显明上帝是这世间的创造主 显明上帝的荣耀 而现在呢 就是说人不把这些荣耀 不把这些事情归于上帝的功劳 或者说归于是上帝创造的他 而把这些呢 来敬拜他 这个呢 就是错误的啊 所以这里他提到的这个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有些回应 好 第四个 我们在生活中 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 让耶稿基督做我们的王 和我们的主 这又是一个应用性比较强的话题 大家有一两分钟的小组中 或者家庭中的这样的交流和讨论 我们在生活中 做妻子的 你如何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王 成为你的主 以至于让你愿意顺服在 他所给你的职份和权柄下 来服侍好这个家庭 来服侍好丈夫 服侍好孩子 那做丈夫的呢 你如何 在生活中啊 因着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是你的王 你能够带领好这个家庭 为这个家庭负责任 无论是在这个属灵的事件上 在教导家人的事件上 还是说在供养家人 这样的事上都能够负起责任 你都能看到说耶稣基督 他为你承担了那一切罪的代价 他是你的救赎主 你都能够以一颗感恩的心 来领受上帝的恩典 并且因着这份感恩的心 你愿意殷勤的 敬虔的 来服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那当然了 我们中间小朋友 你也来思考 你如何 因着耶稣基督 是你的王 是你的主 你在学习中 你在家庭中 也来荣耀神 来见证神 你让别人看见说 这个小孩跟其他家的小孩不一样 这个小孩有一些的别致 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他 这是因为 我有一位主 我有一位王 当然我们也可以来思考 如何在职场之中 让耶稣基督 来掌控你的思想 掌控你的感受 掌控你的意志 让你在职场之中 让别人看见说 他做事的方式 他考虑事情的方式 都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 我们这个主义学的课程 前面的这几课 都是讲内心的 讲内心的三条道路 讲关于偶像崇拜 这些的事情 所以还望这些方面的教导 能够成为我们每日来思想 每日来践行的内容 好的 我们今天的主义学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有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真的是你所赐的福音 你所赐的话语 一旦被解明 就是那样的清晰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借着凯勒牧师的这本书 主啊 你揭露我们心中各样隐秘的罪 你让我们看见 主啊 我们就是活在各样偶像崇拜的这样的罪中 主啊 你也借着这个凯勒牧师的课程 能够帮助我们看见 唯有耶稣基督 才是我们的拯救 才是我们的救赎 唯有他进入到我们心中 打碎那一切的偶像 他把那一切的偶像都踩在脚下 主啊 唯有他来掌控我们的生命 掌控我们整个人生 主啊 我们才有盼望 主啊 真的是靠着我们自己 这些偶像崇拜的罪 有时候也是蛮难辨识的 甚至就像刚才跟妻子交流的 甚至有时候这个最大的一个偶像 就是我不愿意承认 自己心中有某种偶像崇拜的罪 所以当那些的罪犯上心头的时候啊 主啊 我们总是容易 真的是像那瞎眼的人一样 看不见自己内心的这种荒凉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时常的看见 自己内心 真的是有各样大大小小的偶像 主啊 你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 都能够借着你福音的真光 来查验自己的心思意念 主啊 就像那一张 看起来让人感觉到 面目猙獰 甚至有一些觉得 奇怪的那个偶像崇拜的那些雕塑 那些像一样 主啊 我们看到那些的时候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来看向我们的内心 来看到说主啊 若没有你的帮助 我们的内心 就是摆满了那样各种的偶像 主啊 我们呼求你 主啊 我们祈求你 主啊 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 你是那一位也要重生我们的神 请你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帮助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明祷告 阿们 感谢主